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讲到说每逢佳节被私钦 不管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有没有拿到这边的身份 我们在这里都可以称为是异乡人 因为我们的根不在这里 我们也常讲到说人在他乡 我们是无依无靠 无依无靠的我们是怎么生存到今天的呢 我们真的是无依无靠的吗 还是说我们是有什么可以真正靠的 今的一年面对未知的前方 我们应该如何继续地往前走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 是一段异乡人在外邦的故事 看一看我们这些异乡人 真正可以依靠的到底是什么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民族 他们在外面漂流了一千多年 在二战的时期 在纳粹的魔掌之下 又有几百万人被杀害 而他们这样的经历 在历史上不止发生了一次 不仅仅是在二十世纪 早在旧约时代 他们就已经经历过类似的苦难 当时他们被称为叫做巴比伦的囚徒 他们在自己的国家被覆灭之后 他们成为了王国奴 被掳到了异国他乡 在那里他们开始被称为叫做犹太人 在这个期间 圣经记录了犹太人当中非常多的领袖 他们是见证着贝鲁 以及犹太人归回的一代 包括先知诞伊里 以西洁 耶利米 以斯拉 尼西米等等 这些先知也好 领袖也好 他们在那个时期 不但要带领他们的百姓 在异乡生活或者是回归故里 他们更重要的是 在那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 他们都不断地要面对百姓 所提出来的一个问题 就是神在哪里 为什么上帝不作为 为什么上帝沉默了 他们都要回答 为什么我是上帝的选民 但是我们会经历亡国之痛 我们为什么会勃破家亡 所以这是当时这一群领袖 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很多时候 这也是我们今天 在不断问的问题 如果我是一个基督徒 为什么我还要经历苦难 为什么我还会贫穷 为什么我家人还会生病 我是神的儿女 但是为什么我还事事都不如意 你看别人 他们的生活 他们不信主 他们去生活得那么好 所以这也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的疑惑 但你要知道说这种困惑 它会一直持续下去的 最近我的主日学在讲旧约的历史书 你知道在旧约的最后一卷书 就是以色帖之后 是哪一卷书呢 是约伯记 在历史书之后 紧接就是约伯记 那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 我们常常要提一口气 因为看到约伯 它是如何从一息之间 从极其丰盛 变到一无所有 它财产被抢光 它的儿女全部都死掉 为什么约伯要经历这么大的苦难 这个时候 我们的神到底在哪里 为什么上帝不讲话 这是约伯一直苦苦在思考的问题 不过我们先回到经文当中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在以色帖记 以色帖记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卷书 在这卷书当中 你能够清楚地感受到 上帝奇妙的作为 是超乎我们所能够明白的 我们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那夜王睡不着觉 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 正遇见书上写着说 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 辟叹和提列 想要下手害雅哈随鲁王 莫迪改将这事告诉王后 王说莫迪改行了这事 赐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呢 伺候王的臣仆回答说 没有赐他什么 王说随在院子里 那时哈曼正进王宫的外院 要求王将莫迪改挂在 他所预备的墓架上 陈仆说哈曼在院内 王说叫他进来 哈曼就进去 王问他说 王所喜悦尊荣的人 当如何待他呢 哈曼心里说 王所喜悦尊荣的 不是我是谁呢 哈曼就回答说 王所喜悦尊荣的人 当将王常穿的巢服 和带贯的御马 都交给王及尊贵的一个大臣 命他将衣服 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 使他骑上马 走遍城里的街市 在他面前宣告说 王所喜悦尊荣的人 就如此待他 王对哈曼说 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 照你所说的 像坐在朝门的 犹大人莫迪改去行 凡你所说的一样 不可缺 于是哈曼将朝服 给莫迪改穿上 使他骑马 走遍城里的街市 在他面前宣告说 王所喜悦尊荣的人 就如此待他 莫迪改仍回到朝门 哈曼却郁郁闷闷地 蒙着头 急忙回家去了 将所欲的一切事 详细说给他的妻 希丽丝和他的众朋友听 他的智慧人 和他的妻 希丽丝对他说 你在莫迪改面前 使而败落 他如果是犹大人 你必不能胜他 终必在他面前败落 他们还与哈曼说话的时候 王的太监来 催哈曼快去赴 以斯帖所预备的演习 我稍一会儿会介绍 这段经文的背景 在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当中 请问大家 你有没有看到 耶和华三个字 你有没有看到神 上帝或者主之类的字眼 没有 对不对 不但这一章没有 我告诉大家 在整本以斯帖记当中 你都找不到神的名字 这是圣经当中 非常特别的一卷书 你在整本书当中 你都看不到那些 形容上帝的名字 那上帝哪里去了 下班去了 度假去了 你找不到神 那这些日子像什么日子 这些日子就像你走在路上 神不会突然在路旁 向你来显现 你看到的都是路牌 是车辆 广告 很多弟兄姐妹跟我讲到说 我渴望上帝向我来显现 我渴望见神的面 我就说你的胆子不小 因为圣经当中 当上帝向人显现的时候 人都是什么反应 吓趴到地上 对不对 上周刚刚孩子们分享过 《出埃及记》第十九章 当神向以色列人显现的时候 是带着火 带着烟 带着地震的 是大而可畏的 当摩西求耶和华讲到说 我要见你的面的时候 耶和华说你必不能见我的面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可以见我的面 还能够存活 所以弟兄姐妹常讲到说 我要见神的面 对不对 那你心中神的显现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其实生活当中 如果你不去刻意地翻开圣经 你不会看到太多上帝的名字 所以我们的生活 其实就像是以色列所面对的生活 我们都在面对着一个 你做决定的日子 请问大家 你今天早上吃早餐 你会不会跟上帝祷告说 主啊 我今天到底应该是吃面包呢 我是喝粥呢 我是花卷呢 馒头呢 还是吃鸡蛋呢 没有 对不对 没有人会在饭店点餐的时候 跟服务员讲说 你等一下 我先祷告看看说 我今天到底要吃什么 没有人会在早餐的时候 求问吃什么 也没有人会在买菜的时候 你到超市 你一边在那逛 一边祷告说 嘟嘟囔囔 讲到说 主啊 我今天应该买点什么呢 我今天应该买点白菜呢 我今天还买点土豆呢 所以你知道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充满太多的问题了 生活和历史 到底是上帝决定的呢 还是我们人类自己来决定的呢 我们的生活中 大部分的决定 是我们自己的 自由意志的结果 是你在决定说 我要买哪台车子 是你决定我要住在哪个社区 是你决定让孩子上哪一所学校 所以看起来似乎都是这样 那么请问 你的上帝去哪里了呢 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期待 就是希望神能够适时地出现 最好在我需要的时候 你能够出现 而平时不要来打扰我 那上帝到底是怎么样 出现在人类的历史呢 圣经讲到说 第六章一节讲到说 那夜王睡不着觉 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 在这一章故事一开始 告诉我们王失眠了 你失眠的时候在干嘛 睡不着就刷手机嘛 对不对 那王睡不着 他也不能干躺着 那于是他就叫人过来 给他讲故事 讲什么呢 念历史 历史就是这个国家发生的 这些大事的流水障 对不对 我上学的时候 历史课是最催眠的 经常是老师在上面讲 下面就隧道一片 有的很枯燥嘛 所以这个时候 王就找人来给他讲故事 讲一讲这个国家的历史 都发生了什么 所以故事在这里 已经进行了六章了 而在这里出现了 第一次的反转 在这些人念故事的时候 讲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个人 叫做莫迪改 他曾经给王通风报信 有两个人想要密谋杀害王 但是这件事情被莫迪改知道了 于是莫迪改就把这件事情 报告给了王后 以斯帖 王后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王 王才没有被害 所以这是大公一件 被记在了历史当中 所以王早就知道 有这么一个人叫做莫迪改 但是到了第六章 这个名字 才真正地进到了王的心里 这个也很好理解 因为我们讲说贵人多妄事 一个王他怎么会记得 一个在城门口的小官呢 所以这个王的遗忘 像极了谁的故事 像极了《创世纪》当中 约瑟的故事 可能约瑟他在埃及坐牢的时候 有两个育友 这两个育友呢 都是后勤部的 一个管饮食 叫做膳掌 一个管酒水 叫做酒证 就这两个人 有一天不约儿童都做梦 他们做完梦之后 就找约瑟来解梦 约瑟听了膳掌的梦 就对膳掌讲的说 你这个梦不好 你这个梦预示着 你很快就要被王杀了 你爱信不信 然后又听了酒证的故事 约瑟讲的说 你这个梦不错 你这个梦预示着 没过几天 你会被法老释放 那酒证很高兴 于是约瑟就和这个酒证约定 说如果你真的是按照我说的 被王释放了 那么请求你在出去之后 在王的面前 你替我美言几句 然后早日地 让这个法老 把我也放出去 这个酒证满心的 就答应了 结果果然就如约瑟 所说的一样 那个善长就被 法老杀掉了 那个酒证被法老释放了 那这个酒证被释放之后 官复原职回到了王的身边 但是他一高兴把约瑟给忘了 到两年之后 法老又做梦了 想找人解梦 这个酒证才把约瑟给想起来 所以在这里 这个波斯的王 他对莫迪改的遗忘 就像极了约瑟当年被遗忘一样 所以莫迪改被遗忘了 而这种遗忘 可能是永远的遗忘 因为一个王 一个城门的小官 如果不是背后有一双手 在推动着整个故事发展 他们可能这一辈子 都不会有太多的交集 所以以示帖记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以示帖记是一个逆袭的故事 什么叫做逆袭 逆袭就是不出意外 你输定了 但是偏偏就出了那个意外 逆袭就是理所应当 你失败 你输定了 但是呢 它就是不按常理 所以我们人生当中 都希望能够经历很多的逆转 股票不要再跌了 官司不要再输了 生意不要再赔了 孩子不要再叛逆了 所以我们都希望人生能够反败为胜 这种故事多得很啊 比如说曹操之于官渡 比如说孙权之于赤壁 在春节期间有一部电影 这两天很火 主要的火爆的点就在于 那个女主角她在一年之间 她捡了一百斤 这种逆袭的故事我们都很喜欢 因为这种感觉太爽了 而信耶稣 你的人生就能够反败为胜 这句话听起来特别地有吸引力 而此时的莫迪改 一无所知 他正经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讲到莫迪改他是一个犹大人 他这个时候在波斯 在朝门口做一个小官 讲到说此时的波斯 有一个全臣叫做哈曼 相当于波斯的宰相 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当每天上朝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要向这个哈曼 屈膝跪拜 唯独这个莫迪改 既不跪也不败 所以这个哈曼对莫迪改 就非常的痛恨 所以他就想把这个莫迪改搞死 但是哈曼觉得说 把莫迪改杀掉了还不解气 所以哈曼他更歹毒 他要把莫迪改全族的人 就是所有的犹大人 全部都杀掉 所以他就定了一个阴谋 到王的面前 就对王讲到说 你知不知道在你的统治之下 有这么一群人 这一群人和别的你的臣民 都是不一样的 他们有自己另外一套行为准则 他们有自己另外一套律法 这样的人 这样的一群人 怎么可以在你的治理之下臣服 要把他们都处理掉 这个王很昏庸 他也没有做详细的调查 他就对哈曼讲到说 那你就去随意带这些人 那哈曼讲的就是犹太人 所以他就定了日期 想要把所有的犹太人都赶尽杀绝 但是日期还没到的时候 他等不及了 他想先把莫迪改搞死 于是他就在家里面 竖起了一个很高大的木架 就决定说 我今天晚上去见王 跟王说 然后我明天早上 我就要把莫迪改 挂在这个木头上面 示众 这就是这个故事的背景 如果你是莫迪改 当你回到经文故事当中的时候 你有什么盼望吗 我想此时没什么盼望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势力 他面对的是这个波斯君王 惊口预言要除灭犹太人的上誉 是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哈曼的仇事 而他是丹利姑 但是就在那天晚上 一个很奇妙的反转出现了 王睡不着觉 找人来念历史 讲到了莫迪改的故事 听完这个故事之后 王就讲到说 那这个莫迪改 他行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救了我 我有没有赏赐他呢 陈普讲到说 没有赏赐 没有赏赐 而就在这个时候 来了一个人 王就问说是谁 谁来了 是谁在院子里呢 是谁在院子里 是哈曼 哈曼来干什么 大半夜不睡觉来干嘛 他说找王来聊八卦吗 不是 是这个哈曼兴高采烈地 想跟王说 王啊王啊 我在家里立了一个木架 这个木架又大又长又宽 他满脑子想的都是 我怎么样明天 把莫迪改能够挂上去 让你小的成年跟我不对付 所有人都上赶子来拍老子马屁 但你竟然敢无视我 所以他满脑子想的都是莫迪改 哎 巧了不是 这个时候王的心里 刚好想的是谁呢 也是莫迪改 所以估计莫迪改 莫迪改这辈子都不会想到 在同一天 自己会被这个国家当中 两个最有权势的人 同时惦记着 而这君臣二人 怎么就这么有默契 一个想到说 莫迪改我怎么弄死你 一个想到说 莫迪改我怎么赏赐你 所以哈曼和莫迪改 两个人的命运 就在这里发生了交叉 所以哈曼就来了 他在院子里 哈曼在院子里 王就叫他进来 王进来就讲到说 就问哈曼说 这个哈埃青啊 王所喜悦尊荣的人 当如何待他呢 哈曼一听 你看 王所喜悦尊荣的人 那不就是我吗 那不就是我吗 你说这王子还摸不开呢 你绕啥弯子 咱俩谁跟谁啊 你要赏赐我 你就别客气了 哈曼就讲到说 王所喜悦尊荣的人 你就应该把自己的朝福 赐给他 把带贯的御马赐给他 让一个大臣 把这所有的一切 给他穿上 然后带他游街 走遍街市 在他面前宣告说 他是王所喜悦尊荣的人 反正这个时候 哈曼他想要什么 他就说什么 对不对 他以为王说的是自己 哈曼心里想的是自己 而王心里想的是 莫迪改 所以故事到这里 就出现了一个奇妙的逆转 而这个逆转是出于哈曼吗 不是 而是出于莫迪改吗 也不是 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 人生能够出现 戏剧性的逆转 就是你讨厌的 憎恨的人 吐糟不幸 你说哇塞太好了 但是很抱歉 你所希望的不幸 没有发生啊 他不仅没有遇到不幸 还越过越好 你说气不气人 你所希望的坏人 没有遭到坏报 而你也一直如此平凡 而就在时间 慢慢推移的过程当中 没有发生 你所希望的逆转 这难道不是 我们人生的真实写照吗 在整本以色帖记六章之前 哈曼的人生 可以说是智德义满 所有人都来巴结他 来拜他 他在帝国当中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唯有一个人背向他 唯有一个人不败他 就是莫迪盖 这对哈曼来说 是极大的羞辱 是可忍 孰不可忍 于是他想方设法 要整这个莫迪盖 而且要斩草除根 不但要弄死莫迪盖一个人 连他的族人都要消灭 所以哈曼和莫迪盖 是两种不同的人的代表 一种是自我中心的人 一种是坚持真理的人 弟兄姐妹们 你觉得坚持真理的人 会比较好过吗 你觉得坚持真理 你的人生会比较顺利吗 这个答案是开放了 可能是是 可能是不一定 可能是没有 每个人的经验不同 你身边的人都去考驾照 贿赂考官 唯独你不去贿赂考官 结果所有人都考过了 就你考了一次又一次 你身边的人都去拍领导马屁 就你不拍 结果人家都得到了重用和升迁 而你还是和原来一样 所以美好良善的决定 不一定会带来美好良善的结果 那你还要坚持吗 所以莫迪盖没有想到 他的坚持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而且他差一点就连累了全族的人 是想你今天在一个政权之下 这个政权是不许你信耶稣的 而事实上这种政权在今天真的存在 信耶稣要杀掉 你还会信吗 每当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有些很多弟兄姐妹特别有勇气 大声回答说 会 我还会信耶稣 他们不怕死的 但我说你要等一等 不要以为统治者都是白给的 他们都是有手段的 他看过一个电影叫做《沉默》 讲到是木末的时候 日本的幕府 那个时候日本的幕府在迫害天主教 他怎么迫害天主教呢 他要在这个百姓当中去抓那些天主教徒 那你怎么样分辨一个人是不是天主教徒呢 很简单 他们就拿着耶稣的画像 让每一个人从这个画像上面踩过去 或者朝这个画像吐口水 你只要肯做 说明你不是基督徒 你就可以活 但如果你不肯从耶稣的画像踩过去 那么你就是基督徒 你就会被杀 我们看到很多人就屈服了 他们就朝耶稣的画像吐口水踩上去 但是也有很多人 他们拒绝对耶稣的画像这样行 那对于那些人 他们连死都不怕 都不肯否定自己的信仰 你觉得这些统治者 他们就没有办法了吗 他们还有别的办法 他不杀你 他杀你的孩子 那很多人就会犹豫了 你杀我很简单 你杀我的孩子 这个很难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跟大家讲到说 哎呀 踩就踩了 不过是一个象征吗 主耶稣是活在我们心里的 踩踩有什么关系呢 否则的话不要牺牲我的孩子 你们谁不同意 谁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去 死你的不要死我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教会马上就乱掉 马上就会分崩离析 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在坚持真理 她所付出的代价 不是生活的品质 那个是生与死的问题 你说主啊 如果是这样 你怎么不让他们去经历逆转呢 我们在以色列记当中 处处可以看见逆转的痕迹 在第十章 王对哈曼讲到说 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 照你所说的 像坐在朝门的犹大人 莫迪改去行 凡你所说的 一样不可缺 莫迪改和这个犹大人 本来已经是输定了 马上就要被对手碾死了 但是在这个时候 神却制止了哈曼的手 不但如此 还要用这个哈曼的手 去给莫迪改带上尊荣 如果你去读以色列记 你会发现 整本以色列记 一开始就是以自我中心开始的 以色列记的第一章 有一个讲到说这个王 原本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王后 这个王后叫做瓦斯提 讲到这个王呢 他是一个非常穷奢极欲的王 他一连召开了半年的宴会 这个宴会持续了187天 在宴会当中 这个王就叫太监去找王后 让王后出现在众人面前 让众人看见说 这个王后有多么的美丽 结果这个太监去找王后 这个王后叫瓦斯提 不肯去 王后讲到说我是什么人 我是那随随便便 让你们就能够去看的人吗 他拒绝 结果这个王就觉得很没面子 他一怒之下 就把这个瓦斯提给废掉了 这之后出场的就是哈曼 讲到说哈曼这个人不可一世 所有人都要拜他 然后紧接着出现了两个边缘人 一个叫做以斯提 一个叫做莫迪盖 一个是一个孤儿 一个是没什么背景的小人物 而接下来的故事当中 我们看到两个女子的身份掉换了 瓦斯提被废 以斯提被立为了王后 两个男人的身份也掉换了 莫迪盖成为了宰相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可能有不同的依靠 我们的依靠可能是我们的外貌 可能是我们的权利 依靠的可能是我们的地位 我们可以依靠所有的东西 但这些东西在以斯提记当中 告诉我们说 没有一个是可靠的 都是相对的 如果我们今天所努力的一切 到头来都是相对的 那到底在历史当中 什么是绝对的呢 我们说了在整个以斯提记当中 没有一个神的名字 就好像你在人生当中 你决定吃什么早餐 你决定买什么车 你做很多的决定 你不一定会祷告的 重大的决定你会祷告 但小决定你不会祷告 而伴随着我们的人生 越来越有经验 伴随你越来越有能力 你越来越可以驾驭小的事情 中的事情 大的事情 到后面你几乎都可以 不用祷告了 因为你所有的事情 都可以驾驭 而这个时候 你的人生就进入了 哈曼的人生 你的人生就进入了 瓦斯提的人生 因为你觉得不需要神了 你和神的关系 就变成一种单纯的回报关系 我一切都是我来回报给上帝 如果上帝让我赚大钱 你不要说十分之一了 十分之二都没问题 我们会讲一大堆 好听的还愿的事情 可是当你的人生 越来越顺利的时候 你的上帝就会变得 越来越渺小 这个故事是谁的故事 这就是大卫的故事 是旧约当中 每一个君王的故事 也是所有人人性的故事 当你的人生 越来越有经验的时候 你的神 在你的生命当中 就会变得越来越渺小 你不再去寻求倚靠祂 而你要靠自己 去驾驭所有的事情 而当这样的时候 你的人生 就已经出现了危机 有一天 我和我妻子两个人 晚上的时候吃完饭 就坐在那里聊天 在聊天的时候 我们俩面对面坐着 聊天的时候 我就在那里看手机 她就在不断跟我讲话 然后我就在这翻手机 然后她讲话 我就有一搭无一搭地 我在回她 结果都没在用心听 结果我在那刷呀刷呀刷 后来发现 怎么好像突然没声音了 然后我就一抬头 我一看她在那低头 闭眼睛低头 我就问说 我说你在干嘛呢 她说我在祷告 我说你在祷告什么呢 她说我在祷告求神 让你把手机放下 我说 这点事你还要麻烦上帝的老人家 你就直接告诉我就好了嘛 你就告诉我 你说你把手机放下 我们再聊天 我这种小事不需要祷告了 然后太太就讲到说 就是因为小事才需要祷告 就是因为小事才需要祷告 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 什么样的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是 我们的俗话讲到说 叫做跟神的关系是 献用献交 只有当我们需要神的时候 你才会到他面前 你才会去敬拜他 你才会来聚会 你才会去跟他祷告 平时的时候 你跟神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都是在遇到 人生大事 难事 无法解决的事情 你才想到祷告 而平时你根本不会在 脑海当中想起他 你的人生的每一个决定 大部分都是你自己来做的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不认为说 这是神的事情 我们认为说有些事情 有些大的事情 我们需要神的帮忙 而很多其他的事情 90%的一些事情 都是我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在新的一年当中 你要改变这样的一个认知 不是你的事情 当耶稣基督做了你的主之后 你的事情就变成了他的事情 之前在一个特会当中 一个宣教士 他在非洲宣教 然后他就跟我们 他就分享讲到说 他在非洲的时候 因为非洲地广人稀 他在村子村子之间 可能都有上百公里的路 他需要开车 从一个村子到另外一个村子 他就想说他有一次 他就跟同工开着车子 从一个村子到另外一个村子 结果这个车半路上就抛锚了 但是他很清楚 在非洲那种地方 这个车子抛锚了 周围都是荒无人烟的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会有人经过 你可能就会在这里一待 就不知道待到什么时候了 于是他就带着同工跟神祷告 祷告的时候 祷告得很有意思 他讲到说 不是说神啊 求你我的车坏了 求你把他帮我修好 他祷告讲到说 神啊 我们的车坏了 是我和你的车坏了 求你帮助我 结果当他这么刚祷告完 就看到说不远处 就有一辆车就开过来了 然后就拉着他的车 到了这个可以修理的地方 所以他就在这个特会上 他就分享这样的事情 这个特会一共是两天 他头天晚上分享完 第二天礼拜天聚会的时候 结束了 就有一个姐妹来找这个宣教士 讲到说 你昨天晚上的分享太好了 我带着我的孩子来听的 就听到你讲的这个见证之后 回家之后 我孩子从来都不祷告 那天晚上回家之后 我就看到他一个人在房间里 跪在床上 在那里祷告 然后我就很好奇 我想去听听他说 到底在祷告什么 结果我走过去 听到我的孩子祷告说 主啊 我们的作业还没有做完 很多时候 不是我的事情 是我们 也是神的事情 所以是神的事情 就交给神来解决 我们要学会 把你人生当中的大事小事 都交给他 是谁让以色贴逆转的 是谁在历史当中动了手脚 我们人在历史当中所依靠的 大多是我们的自由意志 从我们的十足亚当开始 如果没有亚当犯罪 我们今天就不用坐在这里敬拜了 如果我们的十足亚当没有犯罪 我们今天都在伊甸园里了 与神同在了 如果不是我们的十足亚当犯罪 我们就不用每天早上照着镜子 照来照去纠结 说我今天应该穿哪件衣服 因为我们都光着了 赤身露体并不觉得羞耻 是亚当滥用了自己的自由意志 导致我们有了罪 我们远离了神 而人类的历史 就是由一大堆自由意志所产生的 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 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祝福 一个极大的礼物 就是自由的意志 神没有把我们造成一群机器人 完全地顺服他 而他需要我们用自由意志来选择顺服 但是我们的人却用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 去背离神 所以人类的历史 就是一大堆自由意志产生的 一战 二战 现在有个国家就是德国 在历史上发动了很多的战争 德国是宗教改革的发源地 在当时有非常多的牧师 而当纳粹兴起的时候 德国很多的牧师 都号召百姓要顺从征服 你知道在当时在二战的时候 德国的军队里是有军墓的 换句话讲 他们在为纳粹德国的行为在背书 还有就经常被不信的人拿来诟病的 就是十字军东征 你们基督徒 你看你们在历史上 做的都是那种黑暗 都是那种血腥的事情 我们的自由意志 即便是打着上帝的名号 其中仍然是充满着许多软弱和罪性的 不是神让十字军去东征的 而是因为人的私欲和贪婪 才发起了十字军的东征的 只不过他们打着神的名号 但是当中你也看到说 上帝仍然在做事啊 因为如果没有十字军的东征 就不会有后来的启蒙运动 就不会有后来的文艺复兴 就不会有今天现代化的西方 所以回到以色帖记当中 我们看到当初莫迪改 知道了王的命令 要除灭尤大人 他就去找王后以色帖 他请求王后在王的面前去说话 但你知道莫迪改回的是什么吗 莫迪改回的不是说包在我身上 莫迪改不是讲到说 这个事好办就交给我吧 莫迪改表现出非常地为难 他说我不敢 我不能够随随便便去见王 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 见王需要王的招见 没有王的招见去见王是死罪 是要被处死的 他很害怕 但是莫迪改讲到说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 不是为了献金的机会呢 于是莫迪改讲到说 我若死就死吧 所以他去见王 所以看起来犹太人得救 是靠着以色帖 以色帖好像也发挥了 他所该发挥的影响力 但如果你认为这个事情 是靠着以色帖才促成的 或者靠着莫迪改才促成的 那么你就看错了 那个没有在以色帖记当中 出场的上帝 第六章当中 去见王的是以色帖吗 不是 是哈曼 是以色帖让王睡不着的吗 也不是 所以整个事件当中 无论是以色帖也好 哈曼也好 莫迪改也好 都无法掌控 上帝用了他们两个 用了两个他们无法掌控的人 就是王和哈曼 但上帝自己 就在这件事情上工作 上帝不用以色帖 不用莫迪改 他就可以工作 这是这段经文的力量所在 因为在以色帖去见王之前 在以色帖还没有拿到剧本之前 王就已经决定 要提升莫迪改了 你说这不是以色帖做的 是莫迪改之前做的 因为莫迪改之前 给王通风报信 让王免于被害 但是你要不要忘了 莫迪改已经被王所遗忘了 是谁让王想起来的呢 莫迪改听到两个人的阴谋 哪有那么好就刚巧 杀王的密谋 这是多么机密的事情 若不是上帝从中安排 轮十次也轮不到你 所以你发现 我们生命整个被保守的过程 不是因为我的人生比较有经验 不是因为我的阅历比你多 我才比较懂得趋吉避凶 不是这样的 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 在被露归回的环境当中 我们没有看到一个重新建立的国家 从旧约到新约 你发现上帝做工的方式 是让他的百姓 就在这么多的苦难和威胁之下 当以色列人好不容易 从外邦归回到耶路撒冷 当尼西米好不容易带领以色列人 建立了他们的城市 建立了他们生活的规则 结果没想到尼西米回去树植 当他再回来的时候 发现以色列怎么样 打回原形 就好像张牧师假如他出门了 结果回来发现 教会团契团契没有了 祷告祷告会都没有了 打回原形呢 所以历史往前走 不可能是因为某个人 不是因为尼西米 不是因为以色列 因为那都是上帝的工作 你发现在整本旧约当中 上帝工作的方式 就是让他的百姓 在诸多的苦难和威胁之下 前面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的神 一直让我们成为少数 上帝始终把我们放在一个弱势的环境当中 我们很希望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强势的环境 但你发现上帝总是把我们放在一个弱势的环境 所以很多基督徒都希望基督教的价值观能够成为主流 希望我们基督徒的群体能够成为多数 但是结果却失望了 甚至有些人跌倒了 其实大可不必 因为这不意外 因为神经常就是这么做事的 从亚伯拉罕到雅各 当亚伯拉罕他举家搬到迦南地的时候 他是少数 他有让所有的迦南人都信他的神吗 没有 当亚伯拉罕他们全家到埃及的时候 他的后代有一官半职吗 没有 所以神始终把他的选民放在一个弱势的环境里面 所以他也常常把我们放在一个 不是很顺利的环境当中 当我们不是很顺利的时候 我们会问神 为什么我如此坚定地 有信心地跟随你 但是我的人生却这么不顺利 为什么我这么认真 但是事情却不按照我所期望的发展 而当我们人生不顺利的时候 我们就会享用自己的方法 当以色列人他们被外邦人攻击的时候 他们就要求萨摩尔为他们立一个王 萨摩尔不同意 他就问神 于是神说 你就照他们所要求地去行吧 因为他们立王不是厌弃你 而是厌弃我 他们厌弃的是上帝的掌权 所以上帝让我们看到他掌管他的国度 而这种掌管不一定是政治形式 不一定是经济的形式 可能那个姐妹讲说 我想要高升 在职场上 我不想跟神 不想跟我的领导拍马屁 所以你像神讲 你说像莫迪改一样 什么都不做 我就能高升了 神可能会帮助你 当然你可以等 但是神把你高升 可能是你见主面的时候 等到那个时候你说 我不要这个高升 我要在地下面高升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跟神都不在一个频道上面 像但一里 但一里 你祷告祷告 马上就被丢到狮子坑里面了 还在祷告 祷告结果怎么样 真的就被扔到狮子坑里面了 所以上帝保守他 不是让他不被丢到狮子坑里 上帝保守他 是让他在狮子坑里面 上帝没有保守约瑟 不下到监牢 上帝保守约瑟 在监牢里面 上帝没有保守大卫 不逃亡到旷野 上帝保守大卫 在旷野里逃亡 所以每当你焦虑烦恼的时候 我们就想起在以色贴记当中 莫迪改的故事 他的人生能够逆袭 不在乎他做了什么 而在乎上帝 诗篇33篇8节讲到说 耶和华的眼目 看顾敬畏他的人 和仰望他慈爱的人 诗篇138篇6节讲到说 耶和华虽高 仍看顾低微的人 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 很多时候上帝的缺席 或者说上帝的沉默 不代表他没有在工作 因为有一双无形的手 一直在背后 推动了所有事情的发展 以色贴记在一些 偶然和巧合的事上 带出了神引导的手 神借着一些情况 和一些不可预知结果的事情 为以色列人带来了拯救 虽然整本书没有出现它的名字 但是你能够感觉到 它静静地 含蓄地影响了整个大局 在整个事件当中 是神在幕后掌管着一切 当哈曼阴谋 想要除灭犹大人的时候 刚好也是在正月 于是他就抽签 他想抽签看看说 到哪一天的时候 开始采取除灭犹大人的行动 结果没想到 抽签抽到了十二月 他在正月的时候密谋 但是他却必须在十二月的时候行动 所以我们看到了神 在这当中再一次用他的手 来保护以色列人 给了以色列人一整年的时间 可以去脱离哈曼的阴谋 所以同样 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说 神并没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工作 或者说神没有保守我们 或者我们感受不到神的同在 但很多时候神的同在 或者说神的保守 是在幕后 而不是在台前 你怎么知道 仇敌在正月的时候 在此时此刻就对你有了一个阴谋 但是神把它拖延到了年末 就是为了给你一整年的时间 可以让你预备 可以让你扭转 可以让你逆袭 可以让你得胜 所以当我们再回头看今天的经文 我们看到以色列记当中 虽然神没有出现 但是他一直都在 他没有走到台前 但他在幕后用那一双无法看见的手 一直在拖着他的子民和百姓 所以回到我们这群异乡人的身上 我们今天 我们人在他乡 我们所倚靠的 仍然还是那双看不见的手 那是一双无形的手 也是一双逆转畏惧的手 也是我们所要依靠的手 新的一年当中 我们需要我们牢牢地抓住神的手 使得我们可以胜过一切的环境 胜过一切的仇敌 要学会牢牢地抓住神 我们在祂的翅膀樱下得蒙保守 所以盼望我们新的一年 都能有这样的智慧 不要灰心丧志 要有这样的信心 知道说我们虽然没有看见神的工作 但是我们相信神一直在工作 有我们的主说 我父工作到如今 我也一样 所以感谢我们的主 祂一直与我们同在 主啊 主啊 我们来到祢的面前 是祢的手主啊 来一路保守引领着我们 主啊 是祢那双无形的手 一直在掺拉着我们 主啊 虽然我们不常感受到祢的同在 但是我们的信心就在于我们知道 祢一直与我们同在 主啊 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主啊 我们相信祢从来不曾离弃我们 从来不曾撇下我们 主啊 新的一年当中 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使得我们可以行在祢的旨意当中 主啊 祢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 引导我们走我们当走的道路 主啊 我们也知道 主啊 无论我们在经历什么样的环境 你那双大能的手都可以帮我们逆转危局 那双大能的手都可以让我们征战得胜 主啊 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 在祢的手上我们就平静安稳 主啊 就将我们的全人 我们的全家 我们的全教会 我们整个国我们都交在住祢的手上 求神祢大能的双手托住我们 求祢大能的双手掌权 主啊 真的是有祢的手 我们内心当中就有了依靠 主啊 因为祢的手是何等的坚强有力 主啊 祢的手是何等的充满慈爱怜悯 主啊 我们感谢祢 主啊 你的手带着能力 就像在新约当中 主啊 你一触摸那些有病的人 他就能够被医治 主啊 主啊 你要一吩咐 主啊 你一伸手 主啊 拉撒路就能从死里复活 主啊 我们感谢祢 主啊 我们也盼望 主啊 你在我们新的一年当中 我们都可以经历祢的大能 主啊 也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主啊 我们真的是能够坚定信心地跟随你 不被环境而动摇 因为我们知道主你一直在工作 主啊 你不曾停下你的拯救 主啊 你必须引领我们 可以真的是奔向你所为我们预备的标杆 谢谢主 主啊 祝福我们 让我们新的一年又是恩典丰盛的一年 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享受你的同在 我们在每一个弟兄姐妹 在这一年当中 我们都能经历你丰富的祝福 感谢主 赞美主 我们将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好 这边准备请坐 谢谢大家